小豆包为什么不和他俩玩 他俩又为什么不和小豆包玩呢 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 你们俩为什么老在一起 你俩为什么不跟豆包玩呢 平时的时候不是醒醒不离吗 现在有了小花就把豆包忘了 为什么要孤立他呢 你俩玩带上他多好啊 我跟你俩说话呢 答应一声也行啊 就自顾自顾在这儿咬 为什么你俩不跟豆包玩呢 为什么要排敌他呢 不都是一个妈妈生的吗 说你啊 不理我 他俩在一起打打闹闹这么亲密 可是相比豆包呢 就特别冷清 你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豆包呢 豆包你跟他俩一起玩 他们俩为什么这么对待你 冷落你 孤立你 为什么呀 你不是都是姐妹吗 为什么不跟豆包玩呢 想一想 为什么 你们这样排挤豆包不行 是不是 瞧你想样 你们三个一起去食堂玩吧 走 排好队 好朋友就要在一起 得 看见花球了 不敢过去了 花球是这个院的老大呀 看到这个场景 咱们就明白了 他们之间为什么不在一起玩 关键是小花 怕他呀 豆包肯定没少欺负他 小花不跟豆包玩的原因 这不就出来了吗 豆包脾气大 之前肯定欺负过他 根本不想在一起玩 这样子 我如果把你 一个习惯 我应该是一个 是这个 治安